来我们来观战一把鱼女啊 杨老板点播的鱼女 记者勘探杂技加画家 操作上线非常高的一套阵容 但这个阵容核心问题在于救人难 特别是二救难 你救你双路并行 对吧 记者双路并行过来救人可能还能救 第二波救人怎么救 第二波救人这里可能 杂技勘探救吧 杂技勘探救也不稳啊 因为你第二波救人鱼女有可能是二级 阵容上面来讲 我觉得这个阵容打鱼女不太好打 鱼女这边还带的是个金身 带个金身的话抓勘探 抓画家都可以 一波丢叉 这个叉应该是把整个废墟包了一半 勘探员 我们镜头给到 看这波水汽 我这波水汽一收呢 看来有可能就进那个医院了 丢个磁铁封个口子进医院了 金身 这啥呀 这波金身可能是按错了 鱼女这边反绕绕上来 整个节奏其实对于鱼女来讲有点差 虽然说我是更看好这个鱼女的 但是这个开局 哎 又不一样了 这波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这一波他击倒这个记者 可是要闷薄命的 闷了薄命 后续求生者这边 这里的话水汽包一包 哎 你在这边 你只能走 这个一个薄命的记者 收叉 好 这边过来一刀震慑 还是差一刀到二级 这波抓了记者的话 从一个感觉已经裂势 裂到裂到裤裆 突然之间感觉一针一线全缝上了 现在感觉挂进地下室甚至是个小优 因为这个地下室挂进 鱼女几乎输不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地下室的一个防守啊 我们的老板杨周星曾经说过 地下室的防守 他认第一 没有人敢认第二 不对 他认第二 没有人敢认第一 看一下这波防守啊 这波防守应该全都不会来了 没必要来 第一没有薄命 救了也出不来 第二呢 你有可能就进都进不去 对吧 外围吃个落地刀什么的 加上水器 不要笑 说错了 这里还可以啊 这边的话杂技压一手 给个耳鸣的压力 外面的话慢慢修 压到飞 外面差一台机子 如果说这波能够 外围的机子都修掉的话 其实穷者开门战 保平还是蛮好保的 因为这套阵容的一个 开门战实力蛮强的 就是鱼女啊 在打这几个人的时候 开门战你不交技能 金身也好 切闪也好 你是很难击倒这个人的 那三人开门战 三活口的开门战 你交了技能 鱼女就管不住门 大概率是个平局 杨老板 我这波分析怎么样 这个残局 我觉得大概率是个平局 甚至啊 这个残局 我觉得求生者 有可能出现三跑 鱼女很难出现三抓 这里的话管画家 管画家不好呀 这个画家就是让你抓的 这个画家就是让你抓的 这个画家开门战 之前如果不见面 手里面没画 相对来讲处理起来 还好处理 这波管画家 外面两个人抢机子 这画家怎么地废你 怎么地废你一个金身 怎么地废你一个金身 这边 干扰到密码机 因为这个机子 不是你们修机子呀 这是什么打法 这波过来切个尸巢 那不炸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勘贪约赫 勘贪约修机子 这机子够了 画家这边补 再挂进地压室 我修正一下 现在这个局 鱼女 鱼女多装 求生者不可能多跑 但是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我觉得其实 穷者还有保平的可能性 我觉得穷者 还有保平的可能性 飞轮顶架 这边水气不够 好的 这波地下室 感觉鱼女 应该是拉到上面来 压着落地刀 可能会更好一点 压着落地刀 然后再补水气 可能会更好一点 画家这边的话 有画点门 鱼女这边赶过去 交金身 那你击倒 切闪一刀 抬走这个杂技 这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到的 这套阵容 求生者鱼女 这边不交技能 他没有办法直接击倒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觉得 这把穷者 不太会输的原因 但这个地压室 确实有点吓人 平了 我分析的还是对的 就是中间有一波 其实穷者 还是应该更多的 先把机子压好 那波其实有点吓人的 挂金地压室 我突然把虎蛆一震 看不見了嗎